无痕走毒 有听过五魂山林吗 Live No Trace 就是户外活动时 要友善环境 减少对大自然的冲击 像是只留下足迹 不留垃圾等等 今天五魂走毒海岸 我们自备环保水壶 如果有垃圾要带回家 不难留给大海 走毒目标是 探索桃园大圆的美丽海岸线 从新街西到普新西口 这段是大圆尽头里的海岸 在地人称它为黄金海岸 因为有很多补曼苗的价值 日落时后特别美丽 这里有曼苗的聚落 是大圆渔夫友善 捕捞又很安全的设施 曾经被人嫌很丑 引起在地艺术家的重视 主动协助美化 形成特别的美学地 这些融入地景的装置艺术 我们民众也可以一起参与 草菅带有许多小生物 常在里面生活 我们只要轻轻踩过 减少经扰他们 我们有一群很厉害的小勇士 除了走毒了解生态 不用塑胶瓶装水 不留垃圾 午餐吃多少拿多少 不留厨余 我们还支持在地消费 淨摊把垃圾带走 给我们一个赞吧 体验无痕走毒的乐趣 还有支持绿色消费 去做就对了 欢迎上网关注 荒野保护协会 一起去体验 哦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